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講過今天整體走勢非常好 除了指數可以升1%以外 再加上成交額也升上2200億的流上 而且也看到資金流入的情況進一步加快 以今天去看恆指的成份股 全日總共有165億的資金流入 顯示著投資者繼續向好 雖然現在指數已經升到非常貼近 2020年的1月份 當時指數在29,174點這個高位附近 只有300多點 大概是1%左右可以升到目標位 但是似乎投資者以現在買入的情況去看 暫時相信29,174點這個水位 仍然都不是一個主要的阻力 甚至可能有機會 捱著3萬點這個水平 去升底這個水平附近 才開始出現回調 不過都這樣看回 而現在去看回整個指數 由去年的9月份 是一直升上來 11月份出現回調之後 整個指數再轉一步 在12月底的時間 即是急升 其實都看到整體上升的空間 不是太多 因為始終都看到 指數在上個星期 沒有辦法貼近保力加通道的頂部 也就是保力加通道的頂部 上升的速度是快過指數 很可能令到短期的整體走勢 會出現回調 如果指數來說 在短期升上去29,174點的水平 大家可能都需要先做一些減榜行動 甚至說 一旦指數出現回調 甚至跌穿10天線 投資者都需要先行做一些獲利 希望在短期內整個市 匯調回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大家又有機會在低位再部署 去買入一些便宜、正的股份